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在上周的BLAST秋季复活赛中 16支队伍经过了残酷的单淘汰BO3的赛制 临选出最终晋级的两支队伍 分别是赛前一致看好的Face 以及让人有一些些惊讶的Felkins石油队 之所以会说出乎预料 不外乎是因为自从Felkins挖角了 NC三名选手和传奇教练Zonic之后 表现平平无奇 雷山大,雨点小,可说是没有任何的成绩可言 对于财力熊后的石油队 花了大把的钞票组结的这支队伍 始终没有看到成果 确实是让人无法接受 果真,现在在社群间就有留言传出 G2的当家步枪手Niko已与Felkins签订合约 并且将会在年底的上海Major结束之后随机转队 转会费用也是高达了100至120万美元之间 Niko之所以肯点筒的原因之一 自然是因为价码 这不用致质疑Felkins出手是能够有多阔绰 其而可能是Felkins在明年也会参与相较于今年更多的赛事 如果此次转会将有机会成真 Thank you Niko 的影片就可以原封不动的再使用一次了 同时也毫不意外在我撰写文案的当下 Felkins拉出了一波久违的六连胜 Blast 赛事也赢下了蓝星VP等战队 而未来究竟会取代哪一位选手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那今天就来瞧瞧上周的赛事中有什么精彩镜头吧! 人数烈士没有问题 Dupree 甘拉A大直取四杀 在Felkins与MAT的对决中 双方在第二张图沙二比数来到了7比8 石油队歇幅落后 这局长枪局MAT开场没有好的重生点位 选择控图带对方的烟雾消散后 准备第二时间进攻A门 而且还顺利打了一个1换2 但在之后 一天的颗过点烟准备搭配闪光跨或CT之际 Dupree 一个不讲理的手持M4赶拉探头 居然先压枪收下近点两人 再转移点死掉远处的狙击 以及最后再丢道具的SIM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的局面 才有可能打出这不可思议的一打字 比较快速度 对 Falcons能够带出一位选手 Dupree 哦! 哦! 它是完美! Dupree 感觉危险 然后踏入热 就在Dupree上也四杀的下一局 MAT经济不好只能1扣 4把Glock搭配1把鸟鞠 选择了5人集结 到50秒时全面一起进攻B点 在狙击位的Dupree上一局打得很精彩 这局则是很给面子的脸炮2枪 不久后抬起头直接被Slacks架死 还好队友Majix还是躲到很好的位置 没有被查到 手持AK一阵压枪收下的3名敌人 抛起USB连点 甚至敌人还想掏出刀子刀他 后续两人直接被他击毙 我把男孩就这样子尘锋收下捕杀Ace 第三名我们来看到Zero Tenacity与VP的交战 来到了第一张组阿努比斯比输11比7由VP领先 这局开场Zero Tenacity不非一兵一组就拿下了中门掌控 而且还顺势推进 开场不到30秒 人就跑到了A点接口 虽然最终被电子哥给抓掉 却没有打消他们进攻A点的打算 纵然有一颗烟雾做隔断 他们选择直接有两颗闪光被闪涂烟 事友成功推进到 但马上被Fan跟电子哥两人给加注 瞬间就来到了2打5的局面 后续ABN成功赢下了对枪 并且还利用了道具 是有成功拿下A包点的掌控 而且还有下到了包 只是2打4的局面依旧是相当的困难 而且回房没过多久 ABN就被抓掉 G的炮架让他又有机会收下了Fan 而且以为到猪后再次马上抬头 成功赢下的对局 收下这一打字漂亮的残局 队友无力 指挥胖球只好一人出力 在C9与巴西Pain Gaming的对局中 来到了第二张图Mirage 比输无比时C9大幅度的落后 这局长枪局于C9背水一战 但在中路的交战中 Exile还是很快地倒在Lux的one tap之下 开局不到20秒C9就要4打5 之后Pain Gaming选择直接放慢步调 时间直到剩下30秒才打算夹击A包点 躲在长翔后 孤身一人的胖球 面对敌方5人的进攻 他很有耐心地等到敌人来到的近点 调整好角度先是串烧疾病的两人 回身看A1远距离压枪在收NQZ 此时两名C9的队友仍在赶路中 剩下一滴血的胖球卡住身位 驾死Snow 并且换上USP 听着敌方脚步移动身位 力宝不死 终于等到队友从CT先防 最终从侧边将最后一人用USP点死 成功收下这精彩的Ace 虽然如此 看他们却也开心不起来 C9这次的表现真的是不胜理想啊 Remainer of his two teammates over on B side and they're static they're looking to potentially save this one but Boomic gets two and his future kills will be crazy and a third on top of it as well he is holding the line by himself a one man army as he cakes down a fourth he's doing it all alone and now those two players from B are going to join him It's down to Lux to try and fend off this onslaught's breakthrough and Boomic has got the ace unbelievable play from him 最后我们再来用极醒的方式 来看看太阳神Sumpayas 在本次的休当赛事中的精彩镜头吧 and a beautiful watch boarded the entire ramp with no presence anywhere else on the map for Falcon so just sitting patiently waiting for the commitment and the flip swing goes down so the AK changes hands to Norbert we get this deep off angle from Sumpayas I love the reposition from the more passive spot to the more aggressive piece but he's got Dupree covering this deeper angl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t looks like before our BP are defeated on the ramp before even getting up we're in the corner what a round out of Sumpayas contrast that to what is currently an unfortunate demoralized chain underperforming event after event and in the face of Sumpayas is off this evening he could have his hands full that's the thing 以上就是本作的五大精华 而影片制作不易 还请订阅 并给我一个小小的赞 都会是我持续制作的 最大动力 那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orio an